大家好,我是坦哥 第四集的叙事节奏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马来的主要人物也基本登场 作为过渡级为第五集的开战做好了铺垫 并且埋藏了很多的伏笔和暗语 那么希望大家能多发弹幕和评论 对我真的非常重要,感谢各位 故事一开始,艾伦就得诱导法尔克送信 可怜的法尔克完全不知道自己 已经成为了墙内渗透者的工具人 随后戴巴家族登场 与马加特队长会面 戴巴家族是九大巨人家族之一 拥有战锤巨人的力量 他们虽然是埃尔迪亚人 但是在马来帝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是马来的实际掌控者 对,没错 仇恨埃尔迪亚人的马来国 实际上是由埃尔迪亚的戴巴家族所领导 出场的戴巴家族人 其中有一位就是战锤巨人 动画在这里的误导性很强 切换的主视角都围绕着这个中间的老者 但是战锤另有其人 右边女仆装的人是戴巴当家的妹妹 她就是战锤巨人之力的拥有者 没想到吧 PV猛的亚皮的战锤巨人 其实是个妹子 戴巴当家与马加特的对话 有着巨大的信息量 赫洛斯雕像 欲指马来帝国 马加特说 雕像是中空的 意思是 马来帝国须有其表 一旦丧失巨人之力 那么其余国家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将马来帝国摧毁 戴巴当家即将向世界各国展开的宣言 实际上也是另一种谎言 马来国在国际上已经处于悬崖边了 如果无法转移矛盾 那么等待马来的就只有灭国 因此戴巴家族准备将一切的矛头都指向帕拉底岛 将所谓的罪恶都推给岛内的埃尔迪亚人 转移马来国内的矛盾和国际对马来的敌意 马来军队正在制定帕拉底岛的作战计划 这里还原了皮克小小姐的爬行 把布尔克吓了一跳 莱纳和马来军方的对话可以看出 马来军方是完全没有脑子 就是一群废物 不过莱纳说的调查船队 其实已经被岛内收编和压制了 这几年岛内疯狂的吸收岛外信息 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法尔克跑步迎过了甲壁 他是真的想保护并代替甲壁成为凯治巨人 这里看守埃尔迪亚收人去的军人是没有奸章的 他们是马来本地人 不过从言语能看出 算是马来中不仇视埃尔迪亚民族的好人了 吵架的场景一闪而过的黑猫 黑猫代表不祥 这是在暗示马来的末日即将到来 现在的美好与欢乐在下一刻都会烟消云散 宣言会场 这时候的马加特已经由队长提成为元帅了 他与戴巴家族的当家 接下来说的话全部都是暗语 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解体工程 实在说马来包括军队要进行改革 十分老旧 实在说马来内部的腐败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和面向全世界的宣言 已经让戴巴家族的当家产生了恐惧 他并不想死 但是这种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 就已经不是他能掌控的了 帕拉底岛的调查兵团渗透进了马来 马加特也有所耳闻 双方已经为最后的大战做足了准备 而艾伦和法尔克的对话场景 将艾伦的计划进行了透露 他腿旁有一副棒球手套 法尔克问艾伦是你家人给的吗 艾伦回答是的 这里艾伦并没有撒谎 这确实是他的家人给他的 那么岛内的家人除了三例外已经死绝了 那么岛外的呢 再和棒球关联一下 没错就是兽巨人吉克 此时艾伦已经和吉克达成了协议 棒球手套说明吉克已经来过了 或许是用看爷爷的借口与艾伦进行了交流 因为兽巨人的投掷技能就是靠打棒球练出来的 法尔克走后 艾伦的医生爷爷坐了过来 与他交流 并向艾伦透露了法尔克的家庭 他叔叔是艾尔迪亚父亲派的一员 也就是说法尔克的叔叔和艾伦的父亲戈里莎是伙伴 真是老倒霉蛋了 法尔克的家人被艾伦父亲所牵连 被送去变成了无脑巨人 现在法尔克自己也又被艾伦利用当成了抛体工具 真的是工具人家族啊 艾伦的爷爷说他叫耶格尔 艾伦没有丝毫的惊讶 应该是艾伦在路中 借由父亲的记忆 已经见过了爷爷 虽然没有太多恨意 但是也说不上有亲情吧 随后耶格尔开始诉说自己的儿子女儿的故事 这里是巨人上一集的剧情 艾伦的父亲带着妹妹出去玩 结果妹妹被马来人又拱摇死 这才导致了艾伦父亲戈里莎加入埃尔迪亚复兴派 艾伦的爷爷是一直有着悔意的 也因为这些事件导致精神崩溃了 他确实是医生 但同时也是病人 他时不时会精神失常 宣言前在各国政要的聚会上 几位巨人继承人作为服务员 想在高层中混个眼熟 艾伦男无意将红酒洒到了和服女子身上 但他却没有怪罪 反而为艾伦男打掩护 这个女人来自西斯尔国 她对艾伦地亚人的善意是来自内心的 应该不是刻意的 而且这个国家愿意与岛内艾伦地亚人民建交 换取矿石和财富 她与三立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只不过目前双方并不清楚 接下来马来大使说的话 将在场和谐的各位狠狠地打了一波脸 你可以说他是故意的 也可以说他是说漏嘴了 但是大使的话也向我们表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所谓的矛盾转移 用岛内去换取马来的和平 这种关系是非常的脆弱且不稳定的 无论宣言的结果如何 最终马来与别国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戴巴家族的当家说 近伟大的剧作家和历史的见证者 意思是 未来创造历史的人都是剧作家 就是在座的各位 而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就是见证者 说的是平民百姓 聚会结束 各国在爱尔地亚收容区开始了盛大的庆典 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宣言 甲壁等人也尽情地破坏莱娜的钱包 大家伙其乐融融啊 甲壁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 好像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 确实噩梦即将开始 到了晚上 法尔科找到莱娜 说有事找他 兽巨人吉克也硬核说 离宣言还有时间 到这里吉克的身份已经很明显了吧 结合之前的棒球手套 吉克这里是在诱导莱娜跟着法尔科 莱娜跟着法尔科来到了地下室 见到了艾伦 第四集到此结束 名场面就在第五集了 但是下周巨人停播 要等一段时间 这一集总的来说属于过渡剧情 不过将一些信息点埋藏和引出的很好 故事叙事的节奏非常的流畅 不同于第三集的感进度 这一集各方面都很优秀 特别是结尾马来战士的温馨场面 让人更加的期待宣言时会发生什么 当然漫画党肯定都知道了 让人难受的模糊滤镜也好了很多 莱娜与艾伦见面时 给人的感觉莱娜不是特别惊讶 这一段在第五集应该会重新演绎的 莱娜在PV中下楼梯的那段 也应该会放出来的 总的来说 满分十分的话 这集能给九分 扣一分是因为下期要停播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给个三连来关注呗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哦 哦 我认识你